大家好,我是银磊 很高兴在麦子网这个平台上和大家见面 在这里我将带领大家学习AD9这个软件的入门使用 也就是Ultimate Designer Summer 09这个教程 这次课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个课程的脉络和学习的方法问题 这次课我们把它定义为课程之前 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课程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培训对象 我们的培训对象主要是针对对电子和绘制电路板图有兴趣的所有的人 在校学生了可能对电子感兴趣 自己想动手DIY电路板 或者是工作中有可能会用到自己想学一技之长的人 当然还有包括一些电子发烧友等等 然后我们这个学习目的呢 当然就是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我们能够熟练的使用Ultimate Designer Summer 09这个软件 进行原理图和电路板图的绘制 课程重要性 我觉得如果是涉及到学这门课程的人 其实应该不用过多介绍 因为你可能也有所了解才会想学这个课程 再简单说两句 这个课程呢应该是一个电子工程师 我觉得是一个必备基本功之一吧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啊 包括一些对电子元件的了解啊 对一些模拟电路输出电路的了解 包括一些对软件的学习 都是也是必备基本功之一 所以电子还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是一个 还是一个多学课的课程啊 当然我们学了这个课程 并不是就是我学会这个了 就成专家了 这只是必备基本功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实时的要求自己 借教借造啊 接着说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的 一些方式方法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了解麦字网课程的人 应该都有点 都能够了解到 那个这个麦字网的课程 基本上都是针对职业教育的 基本上学完一个课程 就保证你独立的掌握一门技术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每次的课程很短 一般在几分钟到二十分钟以内吧 基本上 所以呢很方便大家利用碎片的时间 进行学习 不会觉得不连贯 而且不会觉得太别特别长 我是不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呀 但是呢我还是希望 有这么一个建议 就希望大家在两到三周之内 把咱们这个课程学完 因为这样更成体系一些 不然你这个星期学了两次课 然后再过三周再学 中间可能停动了很长时间 就感觉不太连贯 前面的学过的都忘了 所以这是一个注意的要点 然后还有咱们课程一个特点就是 视频时间很短 不懂了 吸收慢了 就多看两遍 然后已经掌握了 我觉得我认为我都会了 那你就可以 嗯 快速的过 或者是我就直接不看了 有些部分 然后看你自己怎么安排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这个根据自己个人的理解能力和进度来安排吧 嗯 还要提一个要求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针对一个AD9这个软件的操作 实操的一个课程 所以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一边学一边的练 不然很容易出现说我上课 每次上课我都能听得明白 但是呢 我到自己练习的时候 什么也不会了 所以一定要跟着练 所以在我们进行完AD9的盖数据安装这课程之后 一定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好这个软件 好了 现在我们接着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课程安排啊 基本上课程之前就是咱们这次课了 然后呢 这次课完成之后 我会介绍一下AD9的简单的一个盖数 然后呢 还有它的安装 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呢 进行 接着我们就进行正课 就是首先是原理图的设计 我们怎么 我们熟悉原理图的设计界面 然后了解原理图绘制的一些吃点 然后呢 学习原理图向PCB图转换的一些准备工作 接着呢 接着呢 就是一些PCB绘制的一些问题 熟悉PCB的界面了 PCB绘制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点 包括布线问题了 DRC检查了 怎么做一些自己的封装库啊 等等 然后最后呢 是结合实例 回顾我们的一些知识点 好了 基本上这个课程就是这样 在最后呢 祝大家能够学完这个课程 能够成功入门 能够熟练使用AD9这个软件 进行原理图和PCB版图的绘制 谢谢大家